宜蘭縣越明國中小 十五名的師生 七月五號要駕駛中型帆船 從蘇澳港出發 先到澎湖等離島 再繞臺灣一圈 他過程當中也會邀請全臺 共三十六所的領海學校 五百多名的師生上船體驗 一起來打撈海洋的垃圾 這航程大約二十八天 總共有一千九百三十九公里 學生駕駛小型帆船 在海上練習 學習航海技術 並瞭解海礦 以南縣越明國中小 共十五名師生 預計七月五日駕駛重型帆船 從蘇澳港出發 先到基隆 再到澎湖等離島 繞行臺灣一圈 孩子們先透過操駕小型帆船 熟悉海洋 共是要二十八天 一千九百三十九公里 大概是一千零四十七海里 這次航行航程約二十八天 共一千九百三十八公里 國家海洋研究院 也派五名科學家一起登船 攜帶海洋浮標 溫森岩儀等儀器 和學生一起監測 進行海洋垃圾 海水表面塑膠微粒 海水酸鹼度及溶氧量等調查 深入了解海洋污染情形 然後呢他們會攜帶價值兩百五十萬的科學儀器 然後上就是上我們的帆船跟著小朋友一起航行 在過程中呢會教導孩子們去觀測洋流波浪海水的水池 還有湖峻的特性等等 這兩艘重型帆船分別是光角號及阿末號 除了院民國中小 全台三十六所領海學校 共五百多名師生 在船隊抵達時也會被邀請登船體驗 一起上這堂海洋課程 學生們對於出航既期待又害怕 很擔心暈船 但因為平常就有在練習綁繩等技術 對於成功落行台灣一圈 還是充滿信心 記者林靖倫 宜蘭報導 記者林靖倫 宜蘭報導